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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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到了域名 我来浅试一下域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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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的域名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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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域名分析 一期域名分析 能听吗 一期域名分析 那一期域名哪来的 哪来的 嗯 它是用国际上的专门的组织来定义的 啥意思 你不能随便去起 OK 它是用什么 国际域名分析组织 具体的组织你要设啥 维系下来 反正就不知道吧 有人用组织 他自己来负责 听懂吗 他也不懂 什么意思 你不能干嘛 随便 你看 你只能遵守 能听吗 那区别是 我这块下的一个文档 其实我倒是把这个文档都发给你们 OK 区别是 部分域名我们称作组织一期域 总共就这样计时的 比如说 点抗路是商业组织 点lite是网络组织 点lite是网络组织 点lite是非营利组织 点lite是非营利组织 点lite是教育组织 这些东西都是国际经济的 你不能随便更改 能不能 组织一期域就这样一期 就这样一期 点lite是中国大陆的意思 点lite是中国大陆的意思 点lite是什么商业组织的意思 这个你不能随意给你看 而是 点lite是好的 你是不是只能来使用 请懂吧 我说我们讲的东西 是不是都录了视频 然后呢 把视频放到了互联网上 因为看的人比较多 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练 然后就有人问 说唱歌 我说我曾经看到过某些人的个人博客 叫做什么三大陆点 他的姓名的拼写 然后点什么点 叫什么 叫mol 还是mol 反正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然后呢 他问我 这也是地区或者组织基于吗 说实话 这种东西是不是都没见过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有啥想的 百度呗 不知道是百度呗 那还咋办 我是不是你也不知道 那我怎么办 我也百度 百度之后发现什么 它是欧州的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叫做什么 环黑山共和国 然后呢 他们国家议席运 然后呢 那个议席运 曾经在2013年的1月份还是2月份 就过年前 去年过年前这段时间 短期的对全球的所有的个人用户允许申请 各用户直接申请 那这个时候 咱们很多呢 这个国内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 我想申请那个3w.sc.com 这样的领域 我的姓名缩解 有没有可能 这种东西是不是早都被已经抢作了 根本抢过来 没错吧 那刚好人家有一个什么 叫做 我记不下 叫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类似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就是 因为没有注册 你是不是很有注册的时候 你非常非常非常小的领域 比如说sc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给我个人的用戏 你们听懂吗 看起来的时候就很容易 然后呢 人家说是吧 我说是 那就是国家议区 你自己摆动一下就可以了 听懂吗 人家说基本原则告诉你 透露一些特例的 我们查一下 看看什么情况 明白啊 好吧 这个议名不对啊 我应该您记清楚 记不清吗 OK 但是我随便写了一个 听懂吗 那我说 全球所有的国家地区 是不是都有自己的 丁金鱼 我为啥说国家和地区啊 我们像台湾这样的地方 是不承认它是国家 对吧 来 原先上课的时候都不注意 后来要录视频 这事是都得想想的 啊 说不定说错了 那就有人找上门来 是吧 所以这种事都得做不做 哈哈 好 好了 嗯 对吧 这是一局 OK 那接下来二局 那也就是说 这个藍波Brother和这个点希腊 是不是都是二局运营 OK 那好 各位 二局运营是哪来的 嗯 它是个人或组织 申请的 但是它有一个特征 是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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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小鲜 全球运营 不是说 点lan brother全球运营 而是指的是 点lan brother加一局运营 全球运营 也就是说 点lan brother.net 只要我注册别人 有可能都不能用 能听到吗 但是它有可能去用点lan brother 点cum 点lan brother 点cum 能听到吗 或者点cum 都不是一个运营 OK 所以一般的大公司 像新浪 它就会把这一套全部注册下 新浪点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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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注册 能听到吗 但是 只要 也就是说 二级运营加一级运营 它是全球唯一的 只要申请完 任何人是不是都不能问你抢 听懂了 所以 原先是不是有那个什么 抢住预约的事 哎 想起前几年 互联网刚诞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98年9年 就是中国刚介入互联网的时候 那时候是不是说 互联网抛 啥意思 概念很新 大家什么 一国风格往里加 只要跟他站边就可以挣钱 啥意思 我随便注册个预约 然后 我不用卖这什么特定的东西 我只要拿我去办个卖 你卖个几万 十几万都有 因为他觉得这东西 以后我会更去吃钱 是不是就大家疯狂一样去干这事 能听到 但是 现在是逐渐趋劲力行 但是 如果再发生这种预约抢住事件 或者说购买事件 就会变得全球未成 价格是不就异常的 对 啥意思 前两天 三六零的预约 够买了一次 听说了 听说了吗 没听说了 有一个叫做三六零点抗的预约 那个当时属于某一个公司的 具体公司年报 他和三六零一直想把这个预约给买回来 然后呢 据说五年前接洽的时候 要它是四千多万预约 然后他没省了 没买 然后今年终于下个月行把它买回来 然后呢 这个费用是大概三季还是两季多年 是说我们有预约以来 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这个预约交易 这个东西 反正当时很著名的预约 就在前几个月 一两个月之前吧 你没注意 是 你没注意吧 有这事吧 再说啊 你们以后是不是都要进入了行业 一些专门的技术类网站 定期是不是就要访问 比如说 什么太平 太平见吧 那不算 对不对 那不算 比如说 像一些什么3CD 5LCTO 这些行 然后其实出现你们访问的是这个 这是我们国内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Linux平台 上面Linux Linux各种技术都有 而且它现在可能也在成立公司在做维护 原先都是个人兴趣 OK 合作这个网站 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看 上面很多最新的接触 OK 你如果我们有问题 解答不了 我也不会 你在工作上都碰到问题 我也不会 因为工作当中你们用到的东西的时候 都非常具体 我还没接触过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怎么办 上面发一般都有这个规刀 当然他们要是都不会 那也就不了解释了 有这种情况 有 OK 很好的技术交流 OK 剩下像现在的CTSDNNCTO 是不是都是清觉醒的 而且都是公司的 那么它的维护也做得不错 OK 好了 二级预言 干嘛 全球一了 那剩下的这个是什么 三大部 这十吗 三级预言 那么这是什么来的 它自己定的 各位 你要记得 七十指的应该是 这个三级预言连起来 全中音 三大部点 相当的点抗 全中音 能追到的说知道 嗯 嗯 但是 一旦 这两个东西被别人申请了 这个预言 你就不能再随便地去加在这个上 也就是说 人家申请了三大部点新浪颈抗 我能够再去申请一个 假设什么 二大部点新浪颈抗 不行了 这个预言就属于人家的 你只能申请的是二级预言 那也就是说 三级预言敢来的 是由新浪的公司 它自己决定的 我想把我的三级预言叫做三级预言 明白 它不用再去申请了 你去到那个预言网站上去看 它申请的只能申请谁 是不是就是这两个连线 而不用申请三级预言 能听懂 因为三级预言就是你自己说了算 那这样的话我就说 三级预言是不是代表万多啊 所以我们一般的企业公司 网站 是不是都把它当成我的手艺 是不是大家都是三级预言 但是 它是连起来是不是不会冲突 听懂了 啥意思 后两个是不是需要申请 其实不是后两个分开申请 而是申请的时候 是就要你去测 要你去测 现在在康哥的这申请 如果申请过的时候 就不能申请 它是把两个连起来申请 明白 申请完之后 这个呢 就要你自己盯定了 明白 啊 盯定了盯定 有没有听 各位 为什么要详细讲这个东西 我想告诉你 什么叫教育网站 想告诉我 没错 它会做一个跟正规网站 或者说你要访问这个网站一模一样 常见的就是商城和银行 常见的就是商城和银行 现在访报银行比较少 没啥 原先的银行 是不是只需要用户没痕密码 用户就能赚账 现在是不是靠用户没痕密码 是不行的 它是不是要有第三方 其他的实体的用 验证方式 所以不行 拿到你的用户的密码 也是没用 所以现在访问 访问博观网 这个银行那很少 一般的访问是什么 一些附加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淘宝 然后像京东 我都见过了 还有12366 这些都有 明白 但是现在银行 在很早以前 就没有油墩 这种东西之前 访问银行是非常多非常多 现在定乱没有 OK 那么 如何预防教育网站 告訴我,我剛剛用這麼長的時間來講這東西,我要看吧。 看,您訪問的網派瀏覽器當中有可能是這樣。 它在訪問的文件名稱,是不是還有可能會加很多字幕? 假設,那是不是就會變得異常複雜? 你需要看它嗎? 那你只要看什麼? 二雲雲加一雲雲,只要確定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你訪問的就一定是偷。 你們兩個說什麼? 因為雲雲是全球危機的,OK? 那麼,如果你確定雲雲不正確,但是你訪問的還是掉藥的, 那麼只有一個殼,DNS被劫持了。 什麼叫DNS?我是不是簡單說過? 我後來會講,DNS是不是就是專門用來做一根解析了? 是不是就是把淘寶翻譯成正確IP了? 那如果你確定你訪問的這個網站,就是淘寶的殼, 你如果還訪問到的是掉藥的網站,只有一個可能, 是不是你指定的這個DNS被被攻擊了? 但是我想說,像這樣的這種常規的DNS,常用的DNS, 都是由專業工程式來做的,OK? 都是放在網紅件系這樣,用頂級工程式來做的以後, 你一般肯性的,它被攻擊的可能性極小,聽懂嗎? 我能說什麼? HOST的被改。 聽懂嗎?HOST的被改,現在都不會, 因為你們的殺短件都能掃到,OK? 不用改,那個殺短件都不用掃,流管器一開上都可以寫, 可疑的重新鑿,我們後來做實驗的時候都能看, 現在都不會。HOST的改,你只要把你的電膜鎖好, 隨便改就有這個…… 你們會發現,我只要離開我的電膜,我有一個習慣, 鎖片化,你們也要兩種類習慣,就是最基本的東西,OK? 會鎖嗎? 會鎖嗎? 會,會鎖。 打鎖。 如果是個人版的Windows,是Windows鍵加L, 如果是服務器版的Windows,是Ctrl、Alt、Delete,OK? 那Windows應該如何鎖片? Windows沒有鎖片,但是它可以幹嘛? 退出動物。 老大,OK? 記者都要鎖,聽到了嗎? 我可真見到啥。 我們在我的服務器上,配了一大堆安全側面, 感覺異常的病,OK,很高興。 然後從機房就回公司了。 過了一個月,兩個月,機房出了幾,跑到機房去看。 然後我們說,服務器什麼都不是插的嫌棄, 是不是都沒有嫌棄? 然後告訴我哪些服務器的問題, 我說搬著嫌棄,過去看。 一查嫌棄,你發現,直接登陸的, 用後面哪個都不用說,直接載你們。 是吧? 上次那哥們是不是維護完,直接放了點兒吧? 在機房這事,非常容易發生,為啥? 你維護完之後,隨手就把這些嫌棄, 把安全事物都忘了。 聽懂嗎? 這筆邏輯要告別的話,都是重大安全事物, 一旦出現的事情,這都是人類的事情, 一定要小心,OK? 知道嗎? 好,各位, 另外,育方教育網站確定定名,聽懂嗎? 有時候說起來很簡單,但是,真不太好放,為啥? 電腦卡的字,有些東西看起來真的是印象, 比如說,這根本有什麼區別? 根本看不出來有什麼區別,對吧? 然後,還有歐和零,這個東西有大寫, 你要放在G-I-L,你能分青銅嗎? 可能性很小,聽懂嗎? 我說什麼? 所以要仔細看,仔細看,真的要仔細看。 反正,現在還好,一般來說,我們那個亂七, 包括3.0,包括列豹,你當時,如果你仿佛教育網站, 它都會有提醒,在這個地方。 愛意沒有啊,在瀏覽器的3.6.0和那塊都會在這裡, 紅色的在閃,你訪問的是可疑出印象, 你確認就知道,一般就還好,聽懂嗎? 但是,你要有這個心眼,聽懂嗎? 啊?前兩天,不是前兩天,是很早的前, 我那時候老子,他其實不太會用電腦, 那時候,現在也不太會用電腦, 然後呢,他有一天就特別興奮, 我一下子就回來找我說, 剛剛見到他給我談消息,說我註響的, 然後讓我確認,然後我開始, 他比較膽情,你知道嗎? 他不讓我看一眼,他就不敢動, 他就說,你看看是不是真正點吧? 我就看,哦,是,淘寶是吧? 啊?啊?啊?淘寶吧?啊?然後呢? 各位,這個時候就很明顯,啊? 但是這哥們要是把它給我翻成零, 這就麻煩了,這可能看起來就需要一點時間, 你知道嗎?所以說啊,這東西,啥意思? 不要太小便宜,這事兒錢就沒有, 你就頻繃重講的可能性, 你就不要想了,OK? 基本上沒有, 好了,我花了很長時間, 再講什麼? 這個日明定期,最美,OK? 還要順便的時候強調了一些攻擊手段, 聽到了嗎?有問題? 好了,常見的日明, 這塊我是不是準備了一個更詳細的問答? 對吧? 這裡就不說了,啊。